就是高委員然後在這個唱塔利班職歌啦 那就被新竹市黨部 這個民進黨黨部說就是 他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那翟成出選擇他也是反擊了 他說民進黨新竹市黨部不管 只在那邊管唱歌啊 然後不管吸毒什麼叫做道德標準 就是這樣啦 其實 報案就在旁邊 其實那個是小事一樁 如果我們唱唱歌你知道齁 不完全要網軍就要大事大舉推 大舉出動你知道齁 我就覺得第一個 第一個有點小提大作 第一個齁 你不打還好 一打就塔利班這三個字 哇塞 台灣每個人 本來大家也不是每個人都小 現在被每個人都小得低了 第二點 那你們在努力衝高高鴻安的聲量 所以我剛才在網軍才有說 不知道 就常常齁 常常是 怎麼講 就是做了 常常是反而得到反效果 我看看常常齁 這段時間 很多這種網軍啊 名嘴做的事情 真的是反效果居多 首先我想其實昨天喔 確實是經歷了一場滿盛大的網路霸凌 那在這過程當中 我也能夠理解到說 其實有一些 之所以塔利班這個關鍵字 能夠在這麼短的一個時間內 瞬間爆紅 並且能夠獲得這麼多社會大眾的共鳴 其實當然就是反映出來說 有一些民進黨的支持者過於激進 常常會因為有一些黨異不合的言論 他們就到處去做一些網路出征的行為 所以在昨天看到一個說 可能對於一個唱歌一句歌詞 就能夠引發眾怒 這件事情我也是覺得是大開我的眼界 所以在這過程裡面 我是覺得學習到的事情是說 其實如果說今天民進黨的政府 面對這些所謂的大家的一個討論 跟用塔利班這個關鍵字 能夠獲得這麼大的共鳴這件事 其實它都是明星的項背跟民意的反圖 如果我們今天沒有要去正視這件事情 而繼續讓這些支持者 在用這些言論去撕裂族群 像昨天講說民進黨新族市黨部 或者是一些綠營人士 其實他們就有說到說 我唱這個歌是撕裂族群 其實我就覺得很奇怪 如果說我今天唱一句歌詞 就可以撕裂族群的話 那也太厲害了吧 那乾脆乾脆直接國防部徵召 我去當那個生化武器 我去敵軍去唱一句歌詞 把他們的族群都撕裂好了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的言辭 其實在中間都是可以被檢討的 那包含說什麼 講說什麼立委沒有格調 那我覺得立委今天就是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就是跟人民站在一起 今天這個關鍵字 卡綠班也不是我創造 而今天這首歌也是在直播當中 印網友的要求 大家輕鬆的唱了一句 那為什麼今天會有一群人 會用這個一句唱歌 等於是想說好像這一群人 就使出了洪荒之力要來打我 那如果說今天這群人 可以在政府防疫不利 有八百多條人命失去的時候 他們可以更大聲的去做這些監督政府的工作 不是對我們的台灣是更好嗎 所以我覺得昨天大家既然有這個 網路上面霸凌了高鴻安 我覺得從昨天開始 塔綠班也會變成磕在民眾心裡的名字 這件事情會成為大家 對於塔綠班的這些所作所為 更明顯的一個對陣 那個塔綠班不打沒事了 可以讓高鴻安的生鄉增加 對 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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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t 感谢观看